神里灵华所有的疑惑你都将在这个视频里得到解答 你要问神里灵华当前版本最强的阵容是什么 神里灵华 深鹤 万叶和鲜海 神里与深鹤的双兵搭配 深鹤拥有质变级的增伤 如果再有一命的加持 那就神里的大招提升堪生恐怖呀 再搭配上万叶的增伤和大招的染色 不管扩散冰水都能退合队伍中的角色 打出更久的勇动时间 鲜海的大反围挂水以及高额的回血 让你在战场上更加刺意的妄为 你要问神里灵华当前版本最平民的阵容是什么 神里灵华 迪奥娜 砂糖 最后一个决策你可以选择巴巴拉 行秋 心海 当然这个队伍最完美的第四人当属是莫娜了 双兵搭配砂糖的增伤 迪奥娜的持续挂兵和护盾 以及回血的能力完美适配神里灵华 队伍的第四人如果你有莫娜是最完美的了 灵命的神里如此搭配杀伤深渊轻而易举 要问这套阵容的缺点在哪里 我只能说这套阵容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你问我神里灵华融化流可不可以玩 可以 但没必要 神里灵华涌动的玩法是当前版本最好的搭配 并且这套阵容非常的稳定 没有必要去选择那不稳定的融化流啊 神里灵华是优先获取物切还是一至两命呢 如果你的神里灵华有绿剑 那么优先两命吧 没有绿剑就优先物切 神里灵华会不会退环境 当然是不会的 从1.6版本以后就传出来 这个角色退环境那个角色退环境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传出来的 退环境这个词 你看看现在有角色退环境了吧 那些所谓的退环境 只不过就是被针对一个大版本的事啊 等过了这个版本就没什么事了 所以你再听到有人说这个角色退环境了 那么你就当他放屁吧 玩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获取神里灵华比较合适呢 如果你缺五星主C 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五星主C的情况下 你就无脑优先获取主C角色就没有错 什么万叶 叶蓝 新海 深河等等这些角色 都是建立在你拥有主C的角色基础上 再酌情考虑抽取的 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 比如公子搭配万叶这种匹配度100%的角色 你就必须要优先获取万叶 然后再考虑获取第二个主C角色 除去上面公子这种情况 如果你缺主C角色的话 那么你就无脑选择主C角色就没有错的 哎 相秘秘这种全能型的原神up主 哎 算了 反正给你们要关注和赞都不会给我的 就不用给我点赞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